吴先生信誓旦旦 自己做事光明磊落 绝不会做算计妻子的事情 可是婚姻越往后走 吴先生也越发感觉到 自从买房事件发生后 自己和妻子之间 就像是隔了一堵墙 彼此之间难以沟通 也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 让吴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林女士这边又有了新发现 也正是这个新发现 让这段婚姻变得更加脆弱 不堪一击 有一天我下了班 然后买了菜 就去他们单位找她 然后她和他们单位的 两个女同事 就是一起走下来 然后我试颜色 让她帮我提一下 然后她无动于衷 另一个女同事就说 人家提的菜 你都不帮她提一下 然后那个女同事一说 然后她立马就 把那个菜拿过去提了 然后那个女同事 就看了我一眼 我从她的眼神里面 读的意思就是说 她更听她的话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他们同事 煮了一个饭局 帮我提菜的那个女同事 也是在那一桌上吃饭 以前他们单位 好像是说 她和她本来就是 好像关系比较好 真的比较近 可能他们两个会在一起 然后那个女同事 就是说 她错过了机遇 什么的 她又后悔了 怎么怎么的 当着你的面 对 当着我的面 还有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 另一个男同事就说 说你这些话 在我们面前说就算了 当着嫂子的面说 好像有点不大好吧 然后那个女同事没有理 然后她又继续说 就因为从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 有点不对劲了 然后再加上他们单位 偶尔有些就是 风言风语嘛 因为我们两个单位 离的又不是很远 这件事情让我 对她的感情上 产生了不信任 因为我也找她 说过这件事情 她解释说 是她在那边 单相思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你如果是 做到了你自身 她怎么会 那么肆无忌惮地 在我面前 而且是当着 这么多同事的面 这样挑衅我呢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她的态度 是两边哄的那种 就是有一些暧昧 对对方 对